各位朋友,各位华,大家好,欢迎来到红人馆,我是小范 今天我们会讲一讲关于星身不息的一些我们的看法 以及一些预期 又尝试去分析一下参赛者的心态 其实经过了这个星梦传奇之后 应该香港很多的市民都会 对这一类型以纯唱歌为主题的真人秀 是大感兴趣 尤其是看到当中一些参赛者的进步 甚至乎是一些 可能里面通常这些真人秀都有导师 跟导师的一些互动 都是会令到你 一直去跟着这个学员的成长 甚至到之后他们的发展 都会是很欣赏 所以其实这类型的真人秀 一定是很吸引一些有实力的人去参加 因为他们出来的效果 参加完比赛之后出来的效果 应该是挺大的 这次声声不息就说明是由 我是歌手的制作班底去制作 应该可以想象到 所有的场景 布置 请回来的嘉宾 导师 评委 主持人 所有东西都应该是一级的水平 如果以香港的观众认识国内的唱歌比赛节目 应该认识得最多就是 我是歌手和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就会以现役歌手去参赛为主题的一个节目 至于中国好声音就是一些比较素人 又或者是一些网上可能不断有唱cover 又甚至乎有自己创作歌曲 但是未正式在乐坛那里 经常被大家看到的一些歌手去参加 这次这个声声不息就会是两个的混合体 因为已经说明是有现役的歌手 有新进的甚至乎素人都可以去参加这个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公开赛 一个全中国或者是可以唱广东歌的世界赛 可以这么说 虽然讲到很厉害 好像是一个世界赛那样 但是大家又不要预期真的有很多非常之厉害的 演役歌手去参加 为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因为其实上到去 首先你预认了是很多人去批评你唱歌 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真人秀里面会出现的一定的环节 也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每一个歌手唱歌都总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 所以一定是有批评的声音 所以上得去的人一定是要预认了被人批评 除了是来自现场的评委的批评之外 也都是肯定会有很多网上的批评的声音 在这个年代 所以可以想象到其实应该很多歌手都是不敢参加的 第一 因为有些人已经是出了道 可能已经是上到某一个的高度 他根本就不想在这一刻重新再和别人去比较 甚至乎可能你最终会输了给一个素人 或者是输了给一个刚刚出道的歌手 所以应该连之好心好心的歌手 应该是不会参加的 我自己觉得 至于第二种不会参加这个比赛的歌手 当然就是一些一直反对TVB 又或者可能是整天嘲笑TVB是什么老人台 那类型的歌手也都是不会敢参加 因为第一 他上队不一定会赢的 那如果上到他又没有什么成绩回来 他甚至乎可能连现在现有的他们的支持者 都会放弃了他们 所以当然去到最后来 这个比赛应该大部分香港的参赛者 都是和TVB有关系的歌手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框框上想象一下 会有什么人参加 暂时在网上看到有哪些歌手会有机会参加呢 就会是郑俊云 他说到也可能是找何硬斯一起去参加 另外就有陈角峰 和谷雅薇 其实他们几个都是有一个共同之处 如果大家深水清的朋友 就是他们都是参加比赛去出道的 所以可以几肯定 其实他们 不是很怕别人去批评他们唱歌唱成点的 因为本身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 亦都是预期到会有这件事发生 还有当然参加比赛出来的人 一定是有斗心 他们出了道之后 那个歌唱事业 其实就跟那个斗心 就不是很大关系 因为这个是 关乎到他们的唱片公司 经理人公司 他们的制愈 但是如果以一个纯参加比赛的节目来说 你所有斗心可以放在里面的选曲 你的练习 你对自己的极限的理解 很多东西会到时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到 到时的参赛者 应该大部分都是参加过TVB 星梦传奇的歌手去参加 包括刚刚过去了Chanel Gigi那一届 又或者是之前 对上一次再举办的时候 2010年大约 一一年那些 鄭俊云 坤哥 我猜坤哥都应该会参加的 何硬斯 其他很多很多的参赛者 当年 其实我对鄭俊云 抱有几大期望 始终当年都是以一个横数的姿态 去赢了比赛 而且他又主持了这个流行经典50年 这么久了 当然对很多经典的广东歌 应该是有很深刻的认识 因为这个节目说到明 是要讲乐 而且多数是以唱一些经典歌曲去比赛 当然 其实如果你说 我不限制你参加什么歌 用什么歌去参加 其实你也是会选一些经典的歌去参赛 因为始终上到国内 除了有一些评审 评审可能是香港人 但也应该有国内人 他们都是会对经典的歌曲的印象 比较深刻 是容易一些去打到分 简单来说 你唱得好的话 他真的知道你唱得好 但是如果你拿一首全唱度很低的歌 可能一首近三年的作品上去参加 其实你唱得好不好 本身可能原唱都唱得不好 首歌可能出来的效果又不太好 你拿出来再翻唱 除非你真是很有creativity 可以把首歌重新編曲 比原唱 如果不是很冒险 那当然是拿回一些经典的歌 起码会有人知道你在唱什么 那当然是因为以前的歌 那些词是填得好 所以如果你拿以前的歌出来唱 你是肯定在感情的输送 或者信息传送出来 是肯定会更容易一些 更加容易一些去感动到评委 所以我们会预期应该听到大量 80年代90年代 可能甚至乎 其实应该去到最后尾都是Eason的歌 就叫做经典金曲 再之后你说张敬軒那些 已经是比较近年代的 未必会很多出现在那个环境里面 至于我们最关心的 刚刚过去的星梦传奇的学员 那阿斯卡已经说了是会报名 亦都是同几个队友会报名 那我们预期是应该过了18岁的 很多都会参加的了 那当然我非常之喜欢的 Felix 他也是唱得最多广东歌 那Rock Archie 那当然这两位五强的学员 会不会参加呢 这个是未知之数 第一可能他们的工作会比较多些 第二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说 他们有个心理包袱 始终是去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再去参加另一个比赛 那如果是那个成绩未如人意的话 那会不会是 就是有个得失的衡量呢 那这个不知道了 如果他们参加的话 都是很勇敢 我们还是会支持他 那另外是Steven 那但是Steven 那个气场 现在最近都比较少见他唱歌 不知道气场加强了没有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内衅 那上到去一个对电视 对追着电视观众的一个节目 当然你除了是唱得好之外 一定是要散发到那个气场出来 那另外呢 其实我都上网看了一些 有些素人去录了一些影片去参赛 那所以应该是会有 最终应该都会有素人的参赛者 是成功入到位 那但是他们那个演出的经验一定是少很多 而且对着一些大人物 带卡士的可能前辈歌手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是一定会紧张 那参加比赛最忌忌就是紧张 一紧张 那声就紧了 放松不了 就你平时有多好都立刻发挥不了 那所以其实这个比赛 都是会以你的心理质素先 因为你上到去不紧张 这件事是很紧要的 那其余当然就看你平时的功夫 你这么久以来 究竟唱过多少经典的粤语歌呢 你说现在先去练 先去学 讲不讲得及呢 讲得及的 但是可能你要完成一首歌是很简单 但是要去到触动到别人 感动到别人 可能你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那有些人可能他们十几年前 譬如你说的郑俊云 他已经出道了十年了 那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优势 尤其他是主持过电视节目 对过观众 自己也是唱过很多很多的电视剧主题曲 那所以 和这个流行经典五十年里面 他都现场唱了很多 这个经典的广东歌 那所以我们对他都有一个 挺大的期望 虽然他自己说 就想去抱着一个享受的心态 那但是我认为他是其中一个 挺有实力的参赛者 至于陈国峰 就当年的比赛里面 都是有很突出的一面 那其中一幕很经典的 就会是和 罗敏庄合唱这个挑战者 至于谷亚薇 当然他的唱功是挺不错的 那是不是一定参加我们就不知道 那如果他上到去参加唱这个经典的 廣东歌 是不是一定可以发挥到他 现在唱他自己的歌的效果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那始终他在那个 这个粤语的发音方面 就不是百分之一百是标准 那上到去 如果到时真的是香港人去做评委的话 那这方面一定是会打折扣的 那祝他好运 那始终这个发音这方面的东西 都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到 当然他学广东话 学了很多年 那但是你如果你要选一首 你突然间你想选一首你没唱过的 广东歌 你去重新去学习那些咬字发音 那每一次对他来说都是挑战 和那个时间会是很紧逼 那就是对于可能是说 譬如你没有唱开英文歌的 或者你本身英文不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是懂英文的 你要去学一首英文歌 那当然是有一定是有难度的 但是你说如果有首英文歌 你是唱了十年的了 你拿出来唱 那当然是简单了 那你当然是没有那么容易紧张 容易一些发挥到 那祝他好运 那但是我本身就不是太过看好 谷雅薇上去参赛这个 尤其是主要是唱广东歌这个主题 至于我们刚刚毕业的 我们很喜爱的星梦歌手 那我们又怎么看呢 那其实呢 在整个星辰不识里面 我觉得会有一个 有一个挺有挑战性的问题 就是那个編曲 那如果现役的歌手也好 甚至乎是一些素人也好 究竟哪个负责編曲呢 那如果一个现役歌手 譬如好像李克勤那样 以前参加我时歌手的时候 他带着Johnny Yim上去編曲 那他会有自己 给特别负责的东西 带到上去 那但是如果这批星梦学员 他们可以带谁去帮他们編曲呢 又还是本身那个节目里面 以前有一个人已经是主力帮大家編曲 那但是说可能有几十个人比赛的 那是怎样可以編几十首歌 而由大家满意呢 这个不得而知 那所以在那里呢 我们的星梦的学员里面 其中一位呢 一两位呢 会比较好处的 那就是阿斯卡 因为他懂得作曲呢 理论上都应该懂得編曲的 那所以他应该会是 有一定程度的优势 不过他都说到自己是 在咬字发音方面呢 是不太好 那大家都听到 其实阿斯卡呢 主要都是讲英文为主 那还有他以往唱的歌 但是极少是广东话歌 可能都是国语和英文 那那其实另外还有些什么 学员会参加呢 我相信Felix 应该一定是会参加的了 那因为他一直都以一个 自己是想去振兴 这个广东歌为这个目标 去参赛 让大家去认识广东歌 那所以Felix呢 那所以Felix呢 是应该必定必定会参加 而且他刚刚够18岁了 那所以是 应该是里面最年轻的参赛者了 那我自己对Felix 都抱有一定的期望 尤其他大家都看到他唱 一些女歌男唱 是唱得挺好的 那所以其实如果他想去 专门走这条路呢 是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了 那至于Rock和Archie 是否会参加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那始终是 第一 他们是在声磨里面 已经去到决赛 那是说 都挺高的位置 那会不会再挑战自己 重新再去和别人比赛 是不是呢 因为你可能再一次参赛 你未必有这么好的成绩 那再加上是 除了里面有自己的旧队友 还有一些现役的歌手 还有一些国内的歌手 是不是 那所以 到时会是怎么样呢 就 大家就继续去 拭目以待了 都很期待不断去看到 有些消息 究竟谁会参加 谁会参加 那还有应该这个节目 是引起很大的回响 可以 那今天这条影片呢 就来到这里先了 拜托大家高台贵手 订阅我的频道 点个赞 分享给一些 留意香港乐坛的朋友 那今天就来到这里先了 拜拜